中文字幕——YK 台外台商磐石奖的登峰商事负责人陈武福 成长过程中 因在高雄港进出口萌博发展的环境中耳濡目染 他在日本留学毕业后 选择留在当地创业 投入进出口贸易事业 磐石奖对我来讲是国家一个肯定 但是也是对我一个未来的鼓励 也希望把公司做得越来越更上一层的 把货益做到最高 照顾我们的同事 然后再把这些获利 再做到社会责任 多做一些贡献 陈武福创业的时候 受到当地台湾同乡的多方帮忙 在事业慢慢迈向成功后的他 总能抱持着一颗感恩回馈的心 现在担任日本台湾商会联合总会会长 东京台湾商工会会长的陈武福 无论是台湾或当地桥界的活动 他都认真参与真心投入 对他来说这是一个回馈的机会 感谢那些曾经帮助过他的人 抱持着一颗良善的心 且总能真诚待人 陈武福常年投入社会公益 关心桥界之间互动 关心日本台湾商会的传承 更在乎台湾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发展 我们在海湾的台商 就是台湾的镇上兼兵 应该由我们镇上兼兵 才能促使我们今天台湾的国际的展望 还有国际的形象再提高 登风商市业务范围 从早年已进出口家电通信机具 近年更投入不动产事业 金属原物料 塑料原料等进出口 更将台湾农产品等引进日本市场 推广台湾优质产品 对对对就是现在因为台湾的商品 也非常精致 跟台资关系非常好 在这段时间也没有办法到国外去旅行 我们尽量把一些好的产品引到日本 他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救助活动 以取之于社会 用之于社会的理念 每年都会固定捐款给日本的红十字会 也捐赠日本横冰中华学院校舍重建 所以刚才跟大家分享过 公司一定要获利 你有获利你就要取之于社会 用之于社会 要尽到社会的义务 在新型冠状病毒爆发期间 他积极购买口罩捐赠日本当地各公家单位 也提供台湾驻日本代表处 来转赠给在日本的台湾留学生 他有这样的心 他回馈的心 但是因为他来自台湾 所以对台湾很多的事情上 他都很关心 包括我们世界台商会 每次在募款的时候 台湾有什么天灾的时候 募款他都也是不做人货 所以我记得他是非常适合的一个 这个世界台商会总会长的一个人选 来自台湾高雄的陈武福 让日本人看到不一样的台湾商社 和良好的企业风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7月份 8月20日 7月 inqu tint 休联 接着 拢 gemacht